為培養學生興趣 充實學生寒假生活 新北市教育局在各區 推動寒假娛樂營 英哥區英哥國校 在1月20號到1月26號 舉辦為期5天的寒假娛樂營 英哥區公所也特別安排 公所內的替代義男 來為校內學生上桌求課 讓娛樂營課程內容更豐富 公所也安排我們的替代義 跟學校做一個 也合作 我們替代義像大哥哥一樣的 來跟小朋友參與他們的娛樂營 在這個娛樂營的活動裡面 有靜態 有動態 讓孩子在這個寒假中間 能夠過得非常充實的一個寒假 然後又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些體能 為孩童上課的替代義男徐聖林 本業是位廚師 但因為平常就熱愛運動 喜歡健身 跑步與游泳 也曾經參加過鐵人三項 各項運動都有涉獵 在去公所扶梯代義僅有四個月 有了這一次機會 能夠回到母校回饋自己所長 感到驕傲 自己也從中學習到教導孩子 要不斷的鼓勵他 孩子的學習會更快 我平常會休閒的時候會核心 然後鐵人三項 對 然後平常還上健身房打打桌球跟雨球 秘訣就是說你要去鼓勵他 然後去教導他這樣子 然後不斷的去練習 拍拍隊等著要和替代義哥哥 對打練桌球可以看見大哥哥的高人氣 在替代義男的指導下 學會桌球基本的推球和拉球 小朋友練起桌球難不倒 老師要教什麼 跟我們講一下 推球還有拉球 推球是怎樣 就這樣 然後拉球 就 扣球怎麼扣 就是這要求嗎 不要 就直接殺下去 充實學生寒假 娛樂營不僅有動態活動 也會安排靜態課程 讓孩子的寒假不會虛度 快樂又豐富 數位天空新聞英哥報導